ET个股推介是阿里巴巴9988 经济日报投资业华组减选原因 是阿里巴巴今年有比较多的利好消息 包括 1. 公司启动重组 有望提升估值 旗下 赛料和合马最快第三季递交上市申请 赛料的目标估值150亿到200亿美元 合马目标估值40亿到50亿美元 2. 软银已经大致完成沽售阿里 消除沽额 3. 旗下蚂蚁集团被罚款71亿人民币 监管催偿太发 4. 中央支持平台经济 总理说平台经济大有可为 消除行业不明朗的因素 摩根士丹来重申 阿里巴巴是内地互联网公司的首选 蚂蚁被罚款可以视为整改结束 对阿里股价属于正面的趋发制 走势方面 阿里股价昨日升了3.2% 报92.75 升穿了6月中的高位 下站上网4月份高位100元的水平 !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